今天一个最新的话题 就是中正纪念堂被人家给喷漆了 蔡定贵等10个人被逮捕 另外是国府以向要报废的问题 蔡英文表态了 毕竟一个不小心就会变成政治侵犯 那个转型正义的正当性会大受影响 转型正义四个次 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竞选时 就列入改革五大目标 但近期却因为自家立委 到处点火惹出不少争议 包括高志鹏喊出禁止公家单位悬挂国父一项 王定宇主张要将郑南荣自焚日 定为国家法定纪念日 另外陈其迈提议 应该在228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 增列处罚条款 只要扭曲228真相 可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针对这些言论 24号召开中常会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虽然没直接点名 但最新回应似乎等于是间接打脸 民进党作为国会最大党 对于议题的设定 也应该要有整体战略思维 政治敏感度高或重大政策的议题 应该透过党团会议 或者内部政策机制 让更多人一起讨论 民进党政府应该是会成立一个 转型正义的委员会 来处理整体的转型正义问题 而不是由个别的立法委员 抛出单一的议题 来争取个人的版面 有近代史学者主张 落实转型正义有其必要 包括1949年开始 历时43年的白色恐怖 期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 都必须找出真相 追究责任 最后走向和解 因此蔡英文主张转型正义很合理 但手段必须更细腻 来对一起同项吗 去年三月中旬 台南市长赖清德 在一天之内 把14所国中小学的 蒋中正同项拆除殆尽 其实类似做法 早在前总统陈水扁 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就不断引发论战 像是把总统府前的介受录 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 接着2006年 陈水扁在总统任内 将中正国际机场 改成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2007年把中正纪念堂 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 大中制政匾额 也改成自由广场 虽说支持转型正义的一派 纷纷叫好 但反对声浪也所在多有 就怕转型还没完 却激化了社会对立 我相信他们会启动 但是启动的话 绝对不是民进党的执政 执政团队 或是执政的国会都是 而是由第三方 第三方的实在力量去推动它 它胜利成章的半推半就的 去完成它 或许后座力会比较小 蔡英文曾表示 要做史上最会沟通的政府 高举的转型正义 如何取得最大共识 考验新政府改革智慧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很多事都是要有共识 有大家共同的沟通之后 才会做得好 导盲犬由志工带着上公车 没有想到被司机咆哮 显然在观念上还有待加强 陈小姐是导盲训练志工 经常像这样带着导盲犬 搭公车做训练 前几天 她搭上风源客运公车时 却被司机大吼 不准她和狗坐 然后上车再继续 对我大声骂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带狗上车 你怎么可以带狗去后面 很夸张 然后那时候感到非常委屈 一开始上车的时候 没有位置 陈小姐带着导盲犬 站在贴有导盲犬专区的地方 后来有位置空出来 她就带着导盲犬要入座 司机却大声咆哮 坐了一年多的公车 我第一次遇到司机这样子 旁边的乘客没有帮我 反而是跟着司机一起对我 就是说我自我的错这样子 司机气到不但拒绝开车 还下车抽烟 双方僵持了15分钟 其他乘客也都等到不耐烦 陈小姐因此还遭其他乘客 指指点点 行为只是大声 还有她的对话不妥 我们会行政准备 客运业者解释 是司机太死脑筋了 认为导盲犬一定要待在 导盲犬专区 而台中市社会局得志之后 要求风源客运 取消导盲犬专区 限制导盲犬行动 最高可罚5万元 客运业者赶紧将 公车上的所有贴纸 都撕下来 台北新闻 廖文翰台中报道 而在台北也是因为 生活压力太大了吗 它出现了6年来 第一次人口的负成长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 户籍牵出的比较多 总共少了7000人左右 而牵到哪里去了呢 就是牵到了新北跟桃园 因为他们相对的 这个生活压力的支出比较少 因此就流向了它的卫星都会区 不过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分享了 在台北的生活点滴 然后你拍照啦 拍一些食物 拍一些风景 在IG这个网路平台上 蛮受欢迎的哦 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有一个公司 他们分析了在IG上面的 5万张照片左右 就发现台北的暗藏区 是全世界排名第四的 还击败了巴黎跟纽约呢 排名第一的是洛杉矶 再来是曼谷伦敦 第四就是台北了 不过讲到日本 他们现在也会有人力成本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公司呢 甚至于百物公司都开始 在想着怎么样 降低人力服务的部分 那它的品质会受到影响吗 这两年日本拼经济的新闻 几乎跟冲刺观光画上等号 许多旅馆和餐厅 都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 但占了日本GDP七成的服务业 被认为产值太低 尤其去年日本GDP只达498兆日元 距离安倍新三件 四年后要达到600兆日元的目标 仍有大段距离 这间江湖时代就开业的 香根老四号旅馆 为了提高产值 开始舍弃一些日本旅馆 最讲究的款待服务 比如帮客人拎鞋的服务 改请客人自己来 房客入住 旅馆人员不再带路 像这种传统日式旅馆 通常会趁房客用餐时 帮忙铺床 现在变成要客人自己铺 服务虽然变少 但也反映在价格上头 这里住一晚9000日元 是其他乡跟旅馆的半价 柜台人员过了check-in的高峰时段 会转往楼上餐厅 换上围裙帮忙添饭 在晚餐时间负责送餐 服务内容经过调整 让这个旅馆的员工 平均每人每小时的产值 提高到5000日元 去过去的3.5倍 因为效能提升 员工的休假时间也跟着增加 细腻的待客知道 或许是日本服务业产值难以提升的原因 跟制造业相比 日本服务业每人的平均产值729万日元 少了近200万日元 仍有成长空间 但人力毕竟比不上机器 外食产业着眼自动化 这一间专卖长期十斤炒面的连锁店 为了提升翻桌率 引进可以快速烹煮的厨房设备 先把食材和汤头放进锅子里 再放到自动加热炉上 加热26秒钟之后 就会自动把最右边的锅子 移到中间的炉子上 此时店员会加入面条 并把另一个装了汤和料的锅子 放到最右边的炉子上 26秒之后 锅子依序移动到下个炉位 让第三份炒面加入行列 就像这样接连不断 可以同时处理三份餐点 也让每一份的烹煮时间 从本来的八分钟 缩短至两分钟 长期炒面算是中华料理 本来应该讲究中式的锅铲炒工 但有了这一套自动加热炉 一般打工仔也能煮 所以本来厨房人员要花半年训练 现在一星期就能速成 服饰产业则运用新科技 节省人力成本 这间时髦朝店 从衣服到配件 多达一万件商品 店员光是管理陈列 就应接不暇 跟多数服饰店一样 过去他们是用条码机 来确认库存 但光是扫描店面一个角落的商品 就要花上一个小时 所以现在他们改用 所谓的IC标签 那件天线会发射电波 只要透过这一台 专门的读取机器 店员不用再衣服 一件一件逼半天 机器扫过去 就会全部读取 采访这一天 店员第一次使用 一个角落全部扫完 才35秒 怎么办 我已经比较早了 我没有说话 即使全店扫描 以前要花30个小时 现在三小时就能完成 省下来的时间 自然能专心接待客人 业绩也跟着提升 服务业改革追根就底 还是跟日本劳力不足 脱不了关系 如何让有限人力 拼出最高产值 日本还在想方设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是年轻人很忙碍的 小时都又为了 是年轻人的 我现在没有 有限价人的 它是年轻人的